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14年,当周深克服心理障碍登上号神医的舞台时,观众席上的一句话差点让他崩溃,一个人说,啊,长成这样子,他会唱歌。 紧接着,他用一首欢言赢得了三位导师的转身,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如此天籁般的歌声,演唱者竟然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男生,只要你轻轻一吸,一吸就咪咪,这个女孩唱得挺好呀。 老师杨坤听完之后更是难掩对周深的喜爱,21岁的周深怎么也没想到,曾被自己当作二梦的声音,会遭到三位老师的哄抢。 可明明杨坤是最懂他的那个人,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少见的一种声音,是跨越年龄,跨越性别,你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如果你到我的队伍来,我尽我最大的能力,跟能量能让你走得更远。 周深却意外地选择了纳英,这也为他之后的淘汰埋下了伏笔。 紧接着,周深用一手贝加尔湖畔再次惊艳了,众人就连古建峰老师都站起来给他鼓掌,可是就在全场观众大喊着周深的名字的时候, 纳英却选择将淘汰,对不起众生,我喜欢此时的周深,眼神充满了自卑与紧张,淘汰的原因很简单, 和其他人相比,周深太过娇笑,长相不出众,没有冠军像,现实的残酷让周深清醒地意识到, 或许自己真的不适合在舞台上唱歌,纳英怎么也没想到,几年后周深会在我们的歌声中击败他, 于是很多人都说,当年挥类淘汰周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尽管他的嗓音足以惊艳大众,可属于周深的路还是要他自己走, 因为这被天使吻过的声音,曾经是他最可怕的噩梦, 在我初中左右吧,因为大家都开始变声的时候, 他其实是我的一个障碍,就发现我跟大家说话, 然后在跟大家唱歌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怎么是这样的声音, 都是这样的表情,我觉得很疑惑,难道我就是个怪物吗? 周围的同学都开始变声,只有周深没有变化, 虽然声音好听,可以让他成为了笑话, 这一度让周深非常自卑,慢慢地逼近了接近了嘴巴, 填赖森的嗓音成了他最想摆脱的噩梦, 一直到了高中,嗓音还是没有变化, 而且10号也停在了1米61, 好在这时他拿下学校歌唱大赛的冠军, 才找回了一点自信,由于高考的失利, 周深远步乌克兰学一,因为语言不通, 一节课只能听懂十句话,尽管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结果还是挂科,看着父母辛苦供自己读书, 压力山大的周深靠着唱歌释放自己, 那沉浸在他心中的音乐梦在此刻彻底爆发, 周深果断退学,转成了音乐学院, 当父母知道后,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不服输的周深一边学音乐一边打工, 2010年,周深开始在网络上唱歌, 并给自己取名叫卡布, 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身高, 性别,只在乎你唱歌好不好听, 于是周深彻底放开了自己, 婉转动听的歌声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还拿下全国网络歌手的冠军, 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卡布女神, 为了一读女神容颜, 网友们纷纷起哄,周深原以为他喜欢的歌声 根本不会在意他长成什么样子, 可当他打开摄像头的瞬间, 满屏的骂骂声向他袭来, 那个瞬间,周深仿佛回到小时候, 周深再次选择封闭自己, 以至于中国好声音的导演再次邀请都被他果断拒绝, 他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直到好声音导演三国茅庐, 甚至放话,你再不来就去机场赌你, 周深才鼓起勇气决定参赛, 虽然被淘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第一届我在现场,我根本就不会把他淘汰, 我觉得这种歌手太难得了, 这个纸片我下一步要拍一个, 这个历史古张剧我第一个人选一定找你, 你来唱的话,我的票房已经多加一个异议, 最后周深凭借一首大鱼直接封审, 不仅成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 还斩获了九个大将, 以前他惧怕别人说他女生, 那一刻周深终于找到属于他的音乐之路, 2020年周深登上了蒙面唱将, 他身穿盛装, 踩着九厘米高的高跟鞋, 一身女装打扮, 一曲升旗白马, 悠然, 唱尽了过去的嘲笑与自卑, 他笔直地站在台上, 这一刻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和所有人, 啊, 走三观, 最后越来越多的节目向他发来邀请, 周深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 当年那个因为嗓音而阴郁, 而质疑自己的小男孩已经终于长大了, 歌手的舞台上, 他的达拉蹦吧, 艺人分是多个角色, 无缝衔接, 这被天师闻过的僧音, 比虚拟合成的歌手演绎的淋漓尽致, 更神秘莫测, 变幻无穷, 蹦迪, 蹦啊, 是不是达拉蹦吧, 背地不多笔录, 蹦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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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深更是用英语, 俄语, 乌克兰语等九种语言, 演唱了冰水起源的主题曲Let it go, 让在场的观众听得目瞪口呆, 一条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一个声音在天使的唇边吻过, 一颗星星在广阔的苍穹生起, 周深终于能做回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